全国同胞们 同事们 朋友们 今天 我们隆重集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此时此刻 全国各族人民 海内外中华儿女 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 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 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衷心祝福 在这里 我代表党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 向一切 为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 建立了不朽功勋的 革命先辈 和烈士们 表示 深切的怀念 向全国各族人民 和海内外爱国同胞 是以热热烈的祝贺 向关心和支持 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十年前的今天 毛泽东同志 在这里向世界 庄严宣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 在这一伟大事件 彻底改变了 近代以后 一百多年 中国积贫积弱 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 中华民族 走上了实现 伟大复兴的 壮阔道路 七十年来 全国各族人民 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取得了令 世界刮目相看的 伟大成就 今天 社会主义中国 危险 屹立在世界东方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撼动 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 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 前进步伐 同志们朋友们 前进征程上 我们要坚持 我们要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贯彻执行 党的 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不断满足 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不断创造新的 第十伟业 前进征程上 我们要坚持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 保持香港 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 海峡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团结 全体中华儿女 继续为 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 而奋斗 前进征程上 我们要坚持 和平发展 道路 奉行 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 继续同世界 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 共建 人类 命运 共同体 中国人民 人民解放军 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要拥保 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 本色 坚军 坚决维护 国家 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 坚决维护 世界 和平 同志们 朋友们 中国的昨天 已经写在 人类的史册上 中国的今天 正在亿万人民手中 创造 中国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的 团结起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巩固好 发展好 继续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伟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 中国人民万岁